好多喔 好可愛喔 這個也是不太好 這不健康 這有 哇 好多牛喔 今天我們來到了彰化地區 這裡可是台灣非常有名的 落農產區喔 什麼是落農呢 就是我們平常喝的鮮奶 很多很多都是住在這邊的 乳牛生產出來的喔 那說到鮮奶呢 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的喜歡喝 可是小朋友你們知道 鮮奶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嗎 今天既然我們來到這裡 蜜蜂姐就帶你們一起 和乳牛做朋友 跟著食物處旅行 現在就出發 香香濃濃的鮮奶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經過發酵 可以做成優酪乳還有起司 鮮奶當中豐富的乳脂肪 是做成奶油的重要原料 另外像是蛋糕 餅乾 奶酪等等 裡頭也都加入了奶製品 在我們的生活中 處處可見是十分重要的一項食物喔 台灣最早發展養乳牛大約在50年代 當時經濟起飛 大家的生活水準漸漸提升 牛乳因為營養豐富 政府開始推廣 現在在台灣大約有6萬頭乳牛 每天生產生乳 製造成各種乳製品 現在我們就一快到乳牛的故鄉 來認識牛奶的生產過程吧 為了能擠出新鮮的牛奶 天還沒亮 牧場的主人就要開始忙碌了 埋在草裡面 不停的吃啊吃的牛媽媽 看起來好像很餓耶 怎麼還沒有看到蜜蜂呢 是乳牛耶 牠們在吃草耶 是耶 好多喔 好可愛 你看 前面有一個人耶 我想牠應該是這個牧場的主人 不如我們去問問牠好不好 好 走 走 請問這裡是生產鮮奶的牧場嗎 對啊 這邊養了180頭乳牛 每天生產很多生乳 做成你們喝的鮮奶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 可以看到擠牛乳嗎 可以 不過先讓牠們吃飽 那你們要幫忙嗎 好 我也要 聽說乳牛 最喜歡吃的就是這種盤古拉草 牠可以幫助消化 另外也會加一些玉米等精料 在草裡面幫忙補充營養 這樣牛媽媽們就可以分泌很多乳汁 我覺得牛好會吃喔 對啊 到底牠們一餐要吃多少的牧草 牠們一隻牛一餐都是20公斤的草根飼料 20公斤 大家別驚訝喔 牛一餐要吃20公斤的牧草是有原因的喔 因為一隻牛有四個胃式 牧草在吞咽後會先進到第一個胃 由微生物進行發酵分解 然後回到口中 混著唾液咀嚼 這就是所謂的反除 之後食物再被送回胃裡 經過第二個胃 第三個胃和第四個胃 一路讓胃裡的好菌進行分解作用 這樣的過程會重複好幾次 直到食物完全消化為止 那隻牛應該是太把菌來躺下來休息了 欣銳發現了 沒錯 只要看到牛的嘴巴像嚼口香糖般 動來動去的 就是牠們正在進行反除喔 為了讓這些牛媽媽們 舒舒服服的分泌乳汁 你看牧場裡有大電扇可以吹呢 那這個噴水設備是做什麼的呢 這個是要給牛降溫的啦 吃不飽胎了牠都會不舒服啊 你看還會灑水降溫 還有大台的電風扇 每天都是吃飽飽睡好好的 牠們根本就是住在五星級飯店吧 對啊 牠們才會賣地的分泌乳汁 就是讓你們才有很多新鮮的牛奶 可以喝啊 好... 多享受一下好 多享受... 你們看那隻牛好調皮喔 牠是在玩嗎 有些牛真的很愛玩啊 用牠們的嘴把草推推推推 很遠 不然就是把牠們當作玩具玩啊 牛挺調皮的耶 邊吃邊玩 蜜蜂跟欣瑞還有紹涵 還是快點幫忙牛媽媽把草給堆好 讓牠們吃飽飽 這樣才能擠出更多新鮮又健康的牛奶 我只知道乳汁可以直接從乳牛 身上擠出來 可是鮮奶如何從乳汁變成鮮奶 我就不知道 牛鴨生 哈囉 我來了 警察給你 今天我來幫你的牛做健康檢查 牛也要做健康檢查耶 對啊 小朋友 如果說你們生病的話 也會不舒服對不對 所以我牛的生病 我要幫牠們做健康檢查 少海你不舒服的時候會怎麼樣 全身沒有力氣 那你呢 心情不好會有講話脾氣 對 所以牛跟人是一樣的 對 沒錯 牛跟人是一樣的 牠如果不舒服的話 牠會不吃草 然後牠也沒辦法生產牛奶 所以有健康的牛的鮮皮 牠生出來的牛奶才是健康的 那你檢查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旁邊看嗎 當然啊 可以啊 牛也要做健康檢查耶 你們看獸醫叔叔 他帶了聽診器 東聽聽 西聽聽 到底在聽什麼啊 牠的腸子的蠕動情形 牛吃草 有時候吃到鐵釘 鐵釘有時候會穿透那個胸腔 所以我們要聽聽看牛 牠有沒有穿上性心腸眼 我們也要聽聽腿部的情形 看有沒有會氣腫 會水腫 哇 看來牛媽媽的健康檢查 也是很多手續 從腸胃到心臟還有肺臟 檢查得很仔細喔 獸醫叔叔還說 除了健康檢查 乳牛也要打預防針 預防口提液 有時候還要幫牠們剪指甲 看看腳有沒有受傷 替牛媽媽的健康 做好全面把關 那牛牠健不健康 從牠的外觀可以看得出來嗎 當然啊 可以啊 我們可以從牠的眼睛看有沒有 還有鼻子看有沒有濕濕的 那種耳朵有沒有溫溫的 還有有沒有牛體 從外觀看是不是很有骨感的樣子 骨感 所以乳牛不能太胖喔 對 太胖的牛牠生不吃牛奶 這隻牛太胖了 對 牠不是太胖 牠是有嬰兒了 有嬰兒了 來 妳要再來啊 妳這邊有沒有看出生的小嬰兒啊 有啊 那我帶妳去一邊看啊 好耶 走 看小牛 妳要走 小牛 小牛 你們看這牛也太可愛了吧 小小隻的 牠們兩個現在多大了 牠們大概已經有三個禮拜大了 三個禮拜喔 為什麼每隻小牛的耳朵上 都有怪的耳環啊 真的耶 而且注意一看 牠的耳環上面還有寫數字耶 對啊 那是小牛的身分證 牠們的出生的年份 那妳們也該幫牠取的名字啊 欣瑞 妳有想到 要給牠取什麼名字嗎 有啊 什麼 大聲地說出來 小天 小天 哪一個是小天 左邊 右邊 右邊好了 右邊 這比較安靜的 好 那一直在講話的那一個呢 小孩 妳給牠取什麼名字 貢丸 好可愛喔 貢丸 奇怪 為什麼這裡的牛 都沒有牛角 牠有長大會打架受傷啊 會避免牠們受傷 所以把牠們腳塗上藥 才不會受傷啊 所以塗上藥 牠的牛角就不會長了嗎 對啊 原來是這樣喔 沒有牛角也挺可愛的對不對 而且我有發現喔 牠們吃的食物 跟我們剛剛餵的那個大牛 吃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啊 剛出生的小牛 牠們要先喝牛媽媽的奶奶 然後兩個禮拜之後 再喝奶粉泡的牛奶 之後再吃副食品 先喝母乳 然後奶粉 好 副食品 對 那這樣照顧一隻小牛 跟我們人照顧一個小伯伯 其實是一樣的對不對 是啊 哇 一直叫 一直叫 我們一起學牠 一 二 三 我們輸了 我們三個人還輸再一次 一 二 三 那牠既然肚子餓的話 我們現在可以餵牠吃東西嗎 可以啊 那我今天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我們一起幫忙好不好 好 我們是秤子的小保姆 可以嗎 可以 來 泡上去 牠好餓喔 你看著你的斷丸 你看著你的小天 輕輕的 好 好 牠會怕怕 牠會怕怕 牠好激動 然後等一下就摸摸掉 被喊掉 而且 牠喝完了 你的貢丸真的很餓耶 你看牠的臉都是 哇 你看你整個臉都是牛奶 我幫你擦一擦 手也有 手也有 真的耶 這樣子 你剛剛有沒有嚇一跳 嚇一跳 怎麼那麼粗魯呢 怎麼那麼粗魯呢 其實啊 牠比你還要害怕你知道嗎 而且你想想你現在幾歲了 九歲 你九歲對不對 你知道牠幾歲嗎 牠一歲都還沒有 牠才三個禮拜 還不到一個月 牠是寶寶啊 是不是 不怕 不怕 有蜜蜂體 現在 不過你看 牠真的喝超快的 牠喝光光了 感覺牠好像不夠耶 可以續杯嗎 不行 喝太多 喝太多 牠會拉肚子 是喔 所以牠晚餐的量 就是這麼多了 沒辦法 購完沒有辦法續杯喔 不行 你只有這一桶了 沒了 那我看時間也差不多了 什麼時間啊 我沒有音樂 就是努牛雞奶的時間到了 我要去看母牛擠奶 我也要 好啊 那我們趕快走吧 姚山大哥說 母牛一天擠乳要擠兩次 清晨一次 傍晚一次 時間一到 牠們就會賬奶 聽到音樂聲 就會自動過來排隊擠乳啦 現在從母牛擠出來的乳汁 我們叫做生乳 因為怕受到細菌感染 母牛進來擠乳區之後 要先清洗牠的乳頭 前面的乳擠一點點掉 避免生乳受到感染 接著套上乳杯 才能開始炸乳 完成之後 還要幫牠們做藥育 避免得到乳腺炎 過程相當繁複呢 一隻母牛一天 可以炸多少的乳出來呢 這邊的牛一隻 一天大概生產 20到25公斤的牛奶 管理好的牧場 母牛開心 就會生產比較多的乳汁 而且品質會比較好啊 炸出來的生乳到哪裡去了呀 我帶你們去看看啊 通通在裡面 對啊 這些生乳 會直接透過管線 直接到脊爐桶 而且不接觸外面的空氣 可以避免污染喔 裝一杯給你們看 你們看 這些生乳可以喝了嗎 對啊 剛炸出來的肯定新鮮 這些都是生乳 還不能喝喔 蛤 為什麼 因為這個牛乳上面都是 牛乳的脂肪 要到教工廠去做 菌質的處理 而且這個要經過殺菌 才不會辣肚子喔 那這些生乳 我們都會把它存放在 適度洗以下的環境 還會採樣來檢驗 看它的 顏色 濃稠度 酸度 有沒有正常 還不能產有抗生素 如果不合標準 這批生乳通通都要銷毀喔 這麼嚴格喔 對啊 檢查一切沒問題後 收乳車就會把它 再到加工廠去處理囉 我懂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應該要到 那個鮮乳加工廠去 因為到那邊才可以知道 擠出來的鮮乳 要如何變成我們喜歡喝的鮮奶 對不對 太棒了 謝謝你們喔 少涵 希瑞 我們要趕快往鮮奶加工廠出發了 Go 牛奶運送到加工廠 運送的過程也是一門學問喔 在出牧場前需要經過各項檢測 在到達加工廠時 為了確保生乳的品質 還得要再重新檢測一次 這個乳車在運輸途中 它的生乳的溫度有沒有升高 生乳的濃度 顏色 它的酸度有沒有正常 最重要就是說 生乳裡面不能有抗生素的殘留 你剛剛說的這些 在剛剛那牧場 就已經全部都檢驗過了 為什麼到這裡還要再檢查一次 生乳就是要經過重重的把關 一定要檢查好幾次 合格了以後 我們才能夠讓牠收到 我們的工廠裡面寫 簡直是過五關斬六將 真的耶 就像是欣瑞說的一樣 過五關斬六將 這鮮奶的把關真的很嚴格耶 我們在市場買鮮奶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鮮奶出廠時的數據 接下來我們要去看看 鮮奶加工廠的機關種地囉 這是我們的加工現場 只有一個一個的大湖子 什麼都沒看到 鮮乳的加工生產 不能暴露在外面 不然就會有被污染的機會 你們在牧場有沒有喝過生乳 沒有 因為那個不能喝 而且喝了會拉肚子 沒錯 沒錯 那些生乳都還沒有殺菌過 所以不能喝 對的 剛剛有說喔 牧場擠出的生乳是不能喝的 因為生乳上面有一層乳脂肪 一定要經過均質處理 把大分子的脂肪打細打碎 人體才容易吸收 接下來最重要就是殺菌 我們會用攝氏130度C的溫度 不到三秒的時間快適殺菌 一 二 三 不到三秒就殺菌完成了 這也太厲害了吧 這樣就能夠把生乳裡面中的 微生物全部都殺死掉 然後營養又不會流失 這樣鮮奶就做好了嗎 對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進行包裝 那我們就到包裝室去吧 哇 鮮奶都在瓶子裡了 鮮奶要裝在這個瓶子裡面 我們要經過貼頭 瓶子 然後裝填牛奶 封蓋 然後套上套標 然後套上有效日期 那這樣才算完成了 哇 香濃的鮮奶 經過重重把關 終於裝到瓶子裡 套上標籤 打上製造日期和保存期限 最後再密封上蓋子 一瓶一瓶的鮮奶 大功告成囉 然後就送到超市 讓我們買回家了對不對 對 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就是 前程都要保持四股肌 咦 這個鮮奶怎麼用玻璃瓶子啊 然後這個就是薄酒乳 薄酒乳 我有聽過喔 可是薄酒乳跟鮮奶 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們剛剛有說過 鮮乳的殺進的溫度 還有它的條件是什麼 135度C 不到3秒 1 2 OK 對 你們提得非常清楚 薄酒乳要經過兩次的煤浸 接著它們雙瓶後 就會到這個煤浸塔裡面 一邊穿短 一邊高溫加熱 這樣的做法 鮮奶就只要擺在煙箱 也可以存放八可葉 所以叫做薄酒乳 我們在市面上最常見的就是鮮奶 保酒乳與奶粉 大家知道它們有什麼不一樣嗎 鮮奶 保酒乳與奶粉的來源 都是百分之百生乳 也就是從健康的乳牛身上擠出來 未經處理的生乳汁 經過均值和135度3秒快速殺菌之後 就是鮮奶 如果再高溫殺菌一次 就成了薄酒乳 奶粉則是多了一道濃縮 提高固形物比例的程序 鮮奶在攝氏4度冷藏 可以保存大約10天 無菌狀甜的薄酒乳 在常溫下可以保存8個月 奶粉保存期限則是長達2到3年 這樣大家了解了嗎 說了這麼多 現在就讓蜜蜂 辛睿 還有紹涵來幫大家體驗 鮮奶跟保酒乳喝起來有什麼差別呢 喝喝看 好香喔 好喝 這是鮮奶 這是薄酒乳 那旁邊這些就是 調味薄酒乳 我要喝巧克力口味 我要喝草莓口味 那我喝原味 因為我想要喝出薄酒乳跟鮮奶 到底有哪裡不一樣呢 鮮奶的味道比較香 喝起來也感覺比較濃 鮮奶跟保酒奶 他們的營養成分都差不多 對他們的風味部不同 那為什麼還要生產這個保酒乳 我考考你們 你們在牧場裡面有沒有發覺到 乳牛其實是很怕熱的 有啊 要給它吹電扇 還要噴水降溫 對 因為就是要讓它住得舒舒服服了 這樣它心情一好 聽說它的乳汁就會越來越多 這個就是重點 乳牛怕熱到了夏天 產乳牛會甜少 但是大家卻是 夏天比較愛喝鮮奶 所以鮮奶就豐富應酬 所以我們就利用冬天的鮮奶 的風煙量比較輕鬆的時候 把蒸乳變成保酒乳 鮮乳它的保存極限只有十二天 所以一定要放在冰箱裡面 冷藏才可以 那我知道了啦 其實啊不管夏天還是冬天 我們一樣都是可以喝鮮奶 加上保酒乳 輪著喝 因為我相信保酒乳就算冰冰的 一定也很好喝 冬天的時候如果你不敢喝冰的 想喝熱的也行喔 鮮奶和保酒乳都是可以加溫的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一整年 不停的健康健康 強壯強壯是不是 是 來 乾杯 乾杯 這一趟旅程讓我最驚訝的就是 原來乳汁擠出來之後 真的是要分秒必爭的 馬上檢驗 馬上殺菌 然後馬上就是冷藏起來什麼的 反正就是要為了顧 顧那個新鮮 然後不能讓它壞掉 而且它的要求非常的嚴格 蜜蜂姐姐要說 好珍貴 好珍貴啊 鮮奶 所以小朋友千萬不要浪費食物 好不好 鮮奶的主要碳水化合物是乳糖 乳糖在人體內可以調節胃酸 促進腸乳動和助消化腺分泌的作用 另外鮮奶中含有豐富的活性鈣 是構成骨骼和牙齒的主要成分 而人體中90%的鈣集中在牙齒和骨骼上 喝鮮奶對於鈣質的攝取也是有很大的幫助喔 萌萌萌 我最喜歡吃牧草 吃得壯 睡得飽 乳汁多多 心情好 分秒必爭 來檢驗 嚴格把關 顧新鮮 喝得安心 沒煩惱 也沒煩惱 跟著食物去旅行 我們下次見 拜拜